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河培恩向伯坚资助大学代表介绍政府最新招聘工作 今年起政府招聘要求学士学位的职位的时候 除了考虑应届毕业生会挳展至正式就读 或者将会升读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投考 成功认证可以获有条件取录 包括在指定时间内完成学业 政府9月会就政务主任和二级行政主任等六个职系 举行联合招聘 2024和2025年毕业的学生都可以投考 其他部门或者纪律部队的职系 也都可以按工作性质和人手需求 考虑扩阔招聘范围 这一行措施对于青年、大学和政府都是三赢的 让有自家入政府的青年 尽早做好职业生涯规划 大学也都能够及早贴助更多有意投身公共服务的同学 做好规划和准备 政府也都可以尽早网络人才 为公务员团队增添生力均 公务员流失率达到5.9% 让何培恩说新安排不能即时填补空缺 我们不是希望数字上有一个很大的增幅 毕竟我们每一年 我们都是要因应有多少人退休 因应有多少人离职 我们才有多少空缺去做招聘的工作 新组师对大学生是否吸引呢 是一件好事的 一定是在未毕业之前可以有一份提供 会了解了之后 看看是否适合自己 再去根据这些东西 看看自己会不会想去选择 大学生都会自己去找训练 不一定要政府 如果他本身没什么兴趣 都相信是没什么吸引力的 公务员本身他们的工资 和职业的稳定性都很吸引大学生 如果他降低了门槛的话 应该会更加多人去报名 当局话会联同各大专院后 向学生介绍新安排 武士尼斯记者责任问不到 政府研究解决建造业 和运输业人手不足方案 包括输入外劳 最迟年中会公布 运输及物流局想林世雄透露 如果输入境外商用车司机 会确保有相关的培训 和熟悉香港的路况 而外劳不能够以境外车牌 直接转为本地商用车牌 必须先经过本地的驾驶考试 又重新一旦输入外劳 会尽力保障本地雇员权益 林世雄又说 港铁和广州铁路局组成小组 研究提高高铁载客效率 正是商讨容许持有效车飞的高铁乘客 可以在西九龙站禁区里面 改票成坐其他班次做到建车即上 期望可以尽快公布 至于是否可以好像地铁那样有机位 林世雄说 广深港高铁内地段时速较香港段高 因为安全考虑未必能够做到 有社福界调查说 社福机构对员工的整体申筹待遇不理想 促请当局提供足够的资源 给机构改善员工的待遇 社会工作者总工会三月移民卷访问 来自九十间社福机构七百五十个社工 近四成的受访者说 起车薪金未达社储 同等职级的起身点 社总说 虽然有机构发放花红 但长远而言 花红不稳定 对员工保障较低 促请社福机构 公开申筹架架增加透明度 而当局也应该提供足够资源 改善同工待遇 一度雷雨大凌晨横过本港 屯门和田村和喜楼被闪电击中 击睡外长的石屎 无人受伤 单位女活主说 当时感到很惊 天文台在清晨四点开始 到早上九点 录得超过二万三千次的云间闪电 云对地闪电也录得至少一万二千次 在屯门和田村出现惊险的一幕 一度闪电击中大县外场 闪电击中二十七楼的一个单位 清楚看到部分的石屎目落 刚刚熟住半年的尼博尔约女活主说 事佛在近七点 当时只准备带个女儿上学 房间里冷气机等设施并没有受损 游戏尽专家说 闪电轨迹随机性大 很容易受到空气里面的电荷粒子影响改变 这些闪电是一折一折向着地上走的 原来一个闪电向地面走的时候 它有个先头部队的 那个先头部队就是将它前面 大概几十米的空气 将那些空气变得大电 更加电离化 大气层里面的空气不是完全坤红的 有些地方是容易将那些空气变成电离化 所以变成最后那个闪电的轨迹 就是Z型的意识 或者我们叫G字型 所以变成今早有个单位不幸 就是机会很小地被这个闪电打中了 我们每一样科技都有它的局限性 被雷系统它所保护的范围 也都有一定的范围 所以这个虽然机率很低 但是也会发生的 所以我们不要百分之一百依赖科技 不过它强调现在的建筑物非常安全 市民在雷布期间留在家里也是非常安全 但最好就要远离窗户 天文台在清晨也发出黄色暴雨警告近三个钟 期间屯门和黎岛平州雨势最大 读得50至70毫米月亮 无线电视记者吴家軒不露 海关在本港东南部水域 检获大约40吨走私动育 约值400万 拉了9个人 被捕的9个男人介乎29至54岁 分别担任船长机首等 当中3个人是内地船员 照着被压反涉事的渔船调查 海关说星期三晚上大约8点 在黄岚岛附近 画一艘等船正是被拖船拖行 并有渔船靠近接货 随即展开行动 截停拖船和等船 发现船上面满载动育 但船员提供的载货仓单简陋和操缩 亦都没有列明目的地 寄货和收货人的资料 相信正是从事走私活动 随即将多人拘捕 海关人员在今次登船的时候 亦都发觉船上的冻肉 是没有任何的冷藏设备 是就这样置于室温之中 可想而知 这批冻肉的质素和安全 是令人质疑的 相信食用 亦都会对健康产生严重的影响 在今次的行动之中 我们看到北伐分子 会不断转变他们的走私手法 去到逃避海关的偵查 以及逃避中国内地 严格的食品检疫制度 以及所需要征收的税款 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 发动新一轮空闸 造成最少三个人死亡 另外恒斯基督仪星期一 拍摄到在当日俄军的空浸里面 一枚导弹的残骸 墜落几乎一条的繁忙道路 差点击中行驶中的白色汽车 现场露出火光和浓烟 场面惊险 当局说事件中一个人送院治理 并没有严重的损委报告 美国众议院通过暂停实施 债务上限的法案 而在近日债务违约危机之下 不少资金流向美元避险 利好美元汇价 但分析相信 再升的空间不大 美国众议院通过 暂停实施债务上限的法案 参议院随即准备表决 期望港及下个星期一通过 债务违约危机阴霾之下 过去一个月市场避险情绪升温 投资者减持股票 但资金未有流向传统的黄金避险 而是流向美元 带动美汇走强 你持有美元会有较高的利息 但因为你持有黄金 本身没有利息的关系 原则上应该金价会下跌 只不过就是说之前 就因为大家会考虑到 美元有很多潜在性的问题 所以分散风险就去买黄金 回到一个基本面 究竟我们持有黄金 持货的成本 包括机会成本 究竟有多高呢 如果是美国的美元的利息很高的话 其实你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 其实是大很多的 美国通胀仍然高期 市场预计联储局仍然有机会加息 不过分析认为 美元会价已经充分反映加息的预期 短期继续强势的机会不大 在底位美汇指数港101附近升到上去 接近105我相信已经有足够的反映 而且始终6月份是否加息 7月份是否加息 始终这个都还有变数的 美元已经升了大约3-4%的时候 我始终觉得这些位置 美元再有一个很大的突破 其实相对来说未必那么容易 都是105附近应该阻力都会比较大 分析相信随着美国债务违约的危机消除 市场风险慰纳将会回升 资金会回流资本市场 金价有机会进一步调整 在每盎司1900美元会有支持 无线电视机者努沛恩报道 北韩发放昨天发射卫星的照片 劳动党副部长金瑜正说 北韩很快会将军事偵察卫星送入轨道 潮中社发布两张照片 说火箭昨天在平安北道 铁山郡东仓里发射场点火升空 南韩传媒分析 整流罩直径明显大过火箭战体的直径 说明里面装的是卫星而不是弹头 相信发放照片 是要对外强调昨天发射的 并非洲制弹道导弹等的武器 北韩昨天发射卫星失败 最落潮仙半岛西部海域 南韩、日本、美国等强烈谴责 劳动党副部长金瑜正发表声明 说北韩发射卫星是要维护国家主权 强调北韩在不久的将来 成功发射军事偵察卫星 加强战争的威胁力 又指国际社会谴责北韩发射是策喊策策 更加派评曾经发射无数人造卫星的 美国等国家自相矛盾 休息回来有其他消息 稍后再见 回来新闻时间 金管局推动香港和亚联邮金融合作 金管局在迪拜时间星期三 和当地主要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举行午餐会 推广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 并加强双方的合作 较早前金管局和亚联邮中央银行举行双边会议 目的是加强两个央行的合作 金管局总裁余韦文在总结亚联邮访问的时候说 今次出访 有助促进两地在金融基建建立更加紧密的联通 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 为跨境贸易和投资带来重大机遇 恒生指数 今天收布18,286点跌17点 总成交1,285亿 最会有港股收市价 盈富基金跌五线 腾讯控股升4.8 阿里巴巴跌6号 美团升2.6 恒生中国企业跌4线 南方恒生科技升1,4 京东集团升4.1 有帮保险升1号 免疫的股份跌2元 建设银行跌4线 其他主要的蓝筹股表现 汇与控股跌3.5 有帮保险升1号 中移动跌4号 港交所升4.4 煤气升2线 恒生科技指数 3630点升4点 欧洲故事 梁敦富士100指数升37点 巴黎CAT指数升58点 德国DEX指数升176点 4月零售消货额 按年升1.5 连续5个月 鹿登按年升幅 4月零售消货值347亿 头4个月合计 按年升21.7% 因为去年年初 疫情试约基数较低 园内珠宝首饰 中标和明贵礼物 消货价值按年升超过7.5 酒磊饮品和烟草 更加升超过2倍半 多类的产品都录得双位数升幅 服装、药物和化妆品 多超过三成 表现最差的是家具和固定装置 按年跌2.6 其次是燃料和电器 和其他未分类内容消费品 政府发言人说 随着消费气氛和访工旅客人数持续改善 4月按年明显上升 展望未来 旅游业和本地消费需求复苏 应该继续有作零售表现 而发放消费券 也是提供进一步的支持 警委会调查发现两大外卖平台 foodpanda和户户送 对合作餐厅私家的要求可能违反竞争条例 两大平台承诺修定条款 市民在疫情期间用多了外卖平台 但在平台选择餐厅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不少都是独家 也都难以格格呢 警委会接过三宗投诉 经过调查之后发现 两个外送平台foodpanda和户户送 一共占有九成的市场 其他平台就不够一成 两个平台作为中介 会和餐厅签订合作业组 收取大约三成的佣金 不过如果答应和平台独家合作 就可以减少佣金 两个平台也都限制合作餐厅 转网或者参加其他的外卖平台 如果发现会追收佣金差额 有餐厅被追收半年的佣金 户户送更加会中止合约 而foodpanda又会规定餐厅 采用外送服务的时候 必须要同时采用它的外卖自取服务 警委会认为这些条款 妨碍新成立或者小型的平台进入市场 削弱市场竞争 或者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 经过商途之后 两个平台主动收定条款 容许餐厅和新进和小型的平台合作 同时不会失去较低的佣金率 如果餐厅违反独家合作条文的时候 平台要求的通知期和追收的佣金 不可以超过两个月 foodpanda也取消硬性 采用外卖自取服务的规定 警委会认为经收定的条文 加强了平台间的竞争 为消费者带来更多选择 餐价会更低 两个平台承诺执行新条款三年 但是如果各自的市占率低过三成 就会改变 母线的记者一流进入读 中大医学院分析超过14000个 确诊院设长者的数据 显示新冠口服药 最高可以降低超过八成的重症率 中大医学院在去年2月至3月 收集14617个83至85岁 确诊院设长者的数据 当中三成半 获处方麦沙东新冠口服药 百分之3.3就获处方辉碎口服药 其餘六成人就没有服用 团队跟进30日病情 发现服用新冠口服药的患者 入院率同样降低五成四 重症风险受减少六成五至八成三 中大华 卫生署最新的数据显示 院舍长者二次感染率高达七成 研究结果鼓励医护人员 维合资格的安务院设计长者 适时处方口服药 减低病情和医疗体系的负担 泰国警方拘捕了一对中国伙伙 指他们涉嫌以虚假 加密货币交易平台诈骗 受害人包括美国和英国人 泰国网络犯罪调查局 和美国联邦调查局 以及国土安全部分享情报之后 星期三到首都曼谷大约20个地点 突击搜查 倒破一宗涉及加密货币的国际诈骗案 在一间位于鲍威的豪华住宅 拘捕一对无业的中国夫妇 分别是25岁女人和31岁男人 两人涉嫌在虚假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进行诈骗 涉案金额超过100亿泰铢 折合大约22亿港币 两人都被控欺诈罪 以及洗黑钱罪 警方又在现场 检获超过150万泰铢的现金 涉及超过1亿8千万泰铢的多增地契 多部智能电话 和多个名牌手袋等 当局接获多名受害者投诉 说有不法分子在社交平台 使用虚假的个人资料 接触并引有他们 在虚假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进行投资 声称能够轻易获取丰厚利润 受害者包括两名美国人 和一名英国人 其中泰国的受害人 损失金额超过3500万泰铢 当局相信另有大约2万宗 来自其他国家的相似投诉 与这件案件有关 无线政治记者韩英桥报导 天气不稳定 屯门有大厦被雷电击中 击碎外场碩士 政府长人才 明年和后年毕业的大学生 都可以投考风务员 私隐专员工厨发现 一个信贷资料库 未有采取适当措施 防止个人信贷资料 被不当查阅或使用 大家好,我是周可欣 一到雷雨带凌晨黄国本港 屯门和田村和喜楼被闪电击中 击碎外场碩士 无人受伤 但卫女护主说当时觉得很惊 天文台在清晨4点开始 去到早上9点 录得超过23000次的云间闪电 云对地闪电也录得至少12000次 在屯门和田村出现惊险的一幕 一度闪电击中大县外场 闪电击中27楼这个单位 清楚看到部分的石屎目落 刚刚浪费半年的尼博尔约女护主说 事发在近7点 当时正是准备带个女儿上学 房间里冷气机等设施并没有受损 游戏上专家说 闪电轨迹随机性大 很容易受到空气里面的电荷粒子影响改变 这些闪电是一折一折向着地上走的 原来一个闪电向地面走的时候 它有个先头部队的 那个先头部队就是将它前面 大概几十米的空气 将那些空气变得大电 更加电离化 大气层里面的空气不是完全均匀的 有些地方是容易将那些空气变成电离化 所以变成最后闪电的轨迹 就是Z型的意识 或者我们叫G字型 所以变成今早有个单位不幸 就是机会很小地被这个闪电打中了 我们每一样科技都有它的局限性 被雷系统它所保护的范围 也都有一定的范围 虽然这个机率很低 但是都会发生的 所以我们不要百分之一百依赖科技 不过它强调现在的建筑物非常安全 市民在雷布期间留在家里也是非常安全 但最好就要远离窗户 天文台在清晨也发出黄色暴雨警告近三个钟 期间屯门和黎岛平州雨势最大 录得50至70毫米月亮 无线电视记者 吴嘉軒不道 4月零售消货额按年升一成半 连续5个月录得按年升幅 4月零售总消货值347亿 头4个月合计按年升了百分之21.7 因为去年年初疫情肆虐 基数较低 月内珠宝首饰 种标和名贵礼物 消货价值按年升超过七成半 酒类饮品和烟草更加升超过两倍半 多类产品都录得双轨数升幅 服装 药物和化妆品多超过三成 表现最差的是家具及固定装置 按年跌两成六 其次是燃料和电器及其他未分类内用消费品 政府发言人说 随着消费气氛和访港旅客人数持续改善 4月按年明显上升 展望未来 旅游业和本地消费需求复苏 应该继续有在零售表现 而发放消费券也提供进一步支持 政府抢人才 未大学毕业 现在就读大学二三年级的学生 都可以投考公务员 公务员事务局说 对学生 院校和政府是三赢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阳何培恩 向白坚资助大学代表 介绍政府最新招聘工作 今年起 政府招聘要求学士学位的职位的时候 除了考虑应届毕业生 会挥展至正系就读 或者将会升读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投考 成功认证可以获有条件取录 包括在指定时间内完成学业 政府9月会就政务主任 和二级行政主任等六个职系 举行联合招聘 2024和2025年毕业的学生都可以投考 其他部门或者纪律部队的职系 也都可以按工作性质和人手需求 考虑挥阔招聘范围 这一行措施对于青年 大学和政府都是三赢的 让有自家入政府的青年 尽早做好职业生涯规划 大学也都能够及早协助 更多有意投身公共服务的同学 做好规划和准备 政府也都可以尽早网络人才 为公务员团队增添生力均 公务员流失率达到5.9% 让何培恩说新安排不能即时填补空缺 我们不是希望数字上有一个很大的增幅 毕竟我们每一年 我们都是要因应有多少人退休 因应有多少人离职 我们才有多少空缺去做招聘的工作 新组师对大学生是否吸引呢 是一件好事的 一定是在未毕业之前 可以有一份offer拿着在手 会了解了之后 看看适不适合自己 再去根据这些东西 看看自己会不会想去apply 大学生都会自己去找课 不一定要政府 如果他本身没什么兴趣 都相信是没什么吸引力的 公务员本身他们的工资 和职业的稳定性都很吸引大学生 如果他降低了门槛的话 应该会更加多人去报名 当局话会联同各大专院校 向学生介绍新安排 又重新一旦输入外劳 会尽力保障本地雇员的权益 林世雄又说 港铁和广州铁路局组成小组 研究提高高铁载客效率 正是商讨容许持有有效车飞 高铁乘客可以在西九龙站禁区内 改飞坐其他的班次 即是做到见车即上 期望可以尽快公布 至于可不可以像地铁那样切棋位 林世雄说 广深港高铁内地段 时速比香港段高 印安全考虑未必可以做到 私隐专员工厨调查发现 一个信贷资料库 未有采取适当措施 防止个人信贷资料 被不当查阅或使用等等 涉嫌未有适当保护个人信贷资料的 是远媒科技营运的TE信贷资料库 再有18万名借贷人的资料 使用的财务公司多达680间 网页声称有全港最多贷款机构 提供信贷资料 私隐专员工厨接获市民投诉 说自己在TE信贷资料库里面的资料 在不知情和未经同意之下 被8间不认识的财务公司多次查阅 其中一间更加在7日之内3次查阅 工厨6次书面致嫌远媒科技 也派完到他们九龙湾的办公室调查 发现远媒科技未有采取适当保安措施 监察及管理财务公司查阅 及使用信贷记录 财务公司每次只需付2元 就可以在5日之内无限次查阅 同一位借款人的借贷资料 密码设置也不符合网络安全基本要求 远媒科技前年至今年3月 也接获66宗借贷人的投诉 涉及同类事件 近九成经调查之后确认投诉成立 变成了其实投诉人的个案 就都不是丁山一个 如果是用5日做一个给钱的单位 其实5日之后 他又再给2元 他又是可以无限次查阅 换句话说 他是可以不断重复 只需要2元 就无限次去查阅 借款人的资料 这个许媒科技也确认 他不会审查财务公司 就着每位借款人 是拿到的同意和授权的 另外资料库也都保留 大约5万多宗 已经完成还款超过5年的信贷记录 违反私印条例中 个人资料保安及保留的规定 私印专员向许媒科技发执行通知 要求他们3个月之内 执行6项指示 包括删除还款 已经隔满5年的信贷资料 检讨财务公司 查阅资料库的次数限制等等 无线电视记者陈金部报道 美国财政部官员说 美方正是考虑 限制美国的投资和技术 流向中国先进半导体 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领域的企业 在北京 外交部话会密切关注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将经贸科技问题 政治化武器化 为产业界和私营部门之间 正常的技术合作和经贸往来 设置障碍 扰乱全球产工链的稳定 这种行为损人不利己 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台湾和美国将签署21世纪贸易 倡议首批协定 在北京 外交部表示坚决反对 美方应当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不得与中国台湾地区商签 具有主权意涵和官方性质的协定 不得借经贸名义 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合作的幌子 搞以美谋独 注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又时一会 稍后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警委会调查发现 两大外卖平台Foodpanda和户户送 对合作餐厅私家的要求 可能违反竞争条例 两大平台承诺修定条款 市民在疫情期间用多了外卖平台 但是在平台选择餐厅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不少都是独家 也都难以格格呢 警委会接获三宗投诉 经过调查之后发现 两个外送平台Foodpanda和户户送 一共占有九成的市场 其他平台就不及一成 两个平台作为中介 会和餐厅签订合作业议 收取大约三成的佣金 不过如果答应和平台独家合作 就可以减少佣金 两个平台也都限制合作餐厅 转网或者参加其他的外卖平台 如果发现会追收佣金差额 有餐厅被追收半年的佣金 户户送更加会中止合约 而Foodpanda又会规定 餐厅采用外送服务的时候 必须要同时采用它的外卖自取服务 警委会认为这些条款 妨碍新成立或者小型的平台进入市场 削弱市场竞争或者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 经过商途之后 两个平台主动修订条款 容许餐厅和新进和小型的平台合作 同时不会失去较低的佣金率 如果餐厅违反独家合作条文的时候 平台要求的通知期和追收的佣金 不可以超过两个月 Foodpanda也都取消硬性 采用外卖自取服务的规定 警委会认为经收定的条文 加强了平台奸业竞争 为消费者带来更多选择 参价会更低 两个平台承诺执行新条款三年 但是如果各自的市占率低过三成 就会改变 母线的记者在流转浴达 海关在本港东南部水壁 检获大约40吨走私冻浴 约值400万 拉了9个人 被捕9个男人介乎29至54岁 分别做船长、机首等等 当中3个人是内地船员 早上被押回涉事渔船调查 海关说星期三晚大约8点 在横南岛附近 发现一艘等船正是被拖船拖行 并且有渔船靠近接货 随即展开行动 截停拖船和等船 发现船上本载着冻浴 但是船员提供的载货仓单 简陋和操疏 也都没有列明目的地 寄货和收货人资料 相信正是从事走私活动 随即将多人拘捕 海关人员在今次登船的时候 也都发觉船上的冻浴 是没有任何的冷藏设备 是就这样置于室温之中 可想而知 这批冻浴的质素和安全 是令人质疑的 相信食用也都会对健康 产生严重的影响 在今次的行动之中 我们看到 不法分子会不断转变 他们的走私手法 去到逃避海关的偵查 以及逃避中国内地 严格的食品检疫制度 以及所需要征收的税款 黄色巨型吹气象皮鸭下个星期六起 在维港金钟天马公园外 展出大约两个星期 两只高18米的巨型吹气象皮鸭 上星期已经在青衣试水 下星期六起 市民可以在天马公园 和中西区海滨长浪看到他们 主办方说 视乎天气等的情况 预计展出大约两个星期 另外港铁即日起 在18个车站 包括金钟、中环、彩虹等 展出黄色橡皮鸭造型图案 等市民打卡 由荷兰艺术家创作的巨型橡皮鸭 07年以来去过澳洲、巴西等地 13年首次来港 在维港展出 当时只得一只 高16.5米 逗留了个几月 吸引近800万人次欣赏 泰国警方拘捕一对中国夫妇 说他们涉嫌以虚假 加密货币交易平台诈骗 受害人包括美国和英国人 泰国网络犯罪调查局 和美国联邦调查局 以及国土安全部分享情报之后 星期三到首都曼谷 大约20个地点突击搜查 赌破一宗涉及加密货币的国际诈骗案 在一间位于鲍威的豪华住宅 拘捕一对无业的中国夫妇 分别是25岁女人和31岁男人 两人涉嫌在虚假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进行诈骗 涉案金额超过100亿泰铸 折合大约22亿港币 两人都被控欺诈罪 以及洗黑钱罪 警方又在现场 检获超过150万泰铸的现金 涉及超过1亿8千万泰铸的多张地契 多部智能电话 和多个名牌手袋等 当局接获多名受害者投诉 说有不法分子在社交平台 使用虚假的个人资料 接触并引诱他们 在虚假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进行投资 声称能够轻易获取丰厚利润 受害者包括两名美国人 和一名英国人 其中泰国的受害人 损失金额超过3500万泰铸 当局相信 另有大约2万宗 来自其他国家的相似投诉 和这件案件有关 无线知识记者韩英琪报道 美国一个退休警察 和两个中国公民 被控参与中方涅狐行动 脅迫当地一个中国公民 回国服刑 案件在纽约开審 三个人否认控罪 中方说他们不是执法人员 相关指控纯属造谣抹黑 纽约东区联邦法院 星期三开始审理涅狐行动案 三个被告在聆讯之后离开法院 其中一人是26岁中国公民 姓名逆音 郑聪荣 第二个被告是戴着口罩 逆音叫朱勇的66岁中国公民 他住在纽约市法拉城 美方指控两个人充当北京当局代理人 威胁和骚扰一个新泽西居民 逼令对方回到中国 还有一个被告是新泽西私家侦探 美国公民麦克马虹 他做过纽约警察 美方指控他自2016年开始 违法监视新泽西居民徐进 华盛顿邮报引述 美国助理检察官的消息 说中方正试图找徐进夫妇的客落 据报徐进 2010年移居美国和女同住 内地传媒早前报道 潜逃美国超过10年的徐进 做过武汉市法改委主任 他涉嫌贪污和骗取超过2亿元人民币 他的太太刘芳也都被控受贵 被中方列入通缩名单 美国检察部门提到 被告郑聪永2018年在新泽西州 曾经尝试闯入随进的家 之后贴上字条 写着如果你愿意回大陆坐10年监 你的太太和子女就会没事 美方也都在其中一个被告的身上 找出望远镜和夜视镜 如果美京注册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 和跨州跟踪等罪名成立 最高可以判监10年 三个被告否认控罪 默克马虹的代表律师就说 默克马虹只是协助中国建筑公司 讨回债款 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 在声明提到 受审人士并不是中方的执法人员 相关指控纯属造谣抹黑 又说遣返腐败逃犯和追回非法所得 是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正义事业 母线电视记者朱世伦不透